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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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島通天地有行外 思路風雲變態中 歡迎收看股市藍海 詹姆老師真的很抱歉 讓大家久等了 我們全新的 台北四月富貴逼人 這一份全新的資料終於 來我們看一下 終於正式的 登場了 我相信 現在的大盤在9000點 的這個地方很多人不敢 經常去做股票對不對 但是有沒有看到我的測標 我說修正是為了更貼近 於事實 怎麼說呢我們看一下 在這個地方喔 當上個禮拜五的大盤來到了 90002點的時候 有沒有發覺整個市場 幾乎都是空方 每個人都跟你講說 來到這裡會開始崩盤 但是你看下面 量能的部分持續的 做出一個萎縮的狀態 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如果昨天的量能 剩下657億 如果量能提升到800億 900億呢 9000點這個整數 觀看有沒有可能因為帶量 就突破了 並且我們再來看 更之前的時候 當量能來到了這裡 前一波的低量在這裡 在這個地方叫做低量 來那個字下面的字幫我拿掉 這個地方叫做低量對不對 前一波的 這個叫做過年 聖誕節的時候低量在這裡 但是聖誕節的低量是因為外資放假 所以這個並不叫做低量 真正的低量是在於這個部分 然而這個部分的低量 所創造出來叫做什麼 叫做暴漲一波 只要量能稍微放大了起來 它就很容易去突破前一波的高點嘛 那麼這個地方是一樣的道理啊 當它的量能一旦往上做出一個突破的時候 特別是當這個市場都在不看好的時候 它就很有可能會變好啊 所以你在這個市場 永恆要記住一件事情 那就是反其道而行 永遠是你該思考的最重要的一個關鍵 所以這個地方既然大阪有可能 帶量做出一個突破的隔絕的話 請你千萬不要進場去做空啊 因為你有可能會被嘎到滿手怎麼樣 腦袋空空 口袋也空空啊 所以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即便台北股票市場在9000點 我們帶你做的股票是怎麼樣 是在3000點的股票啊 我們帶你做的一件事情叫做什麼 叫做底部開始起漲的股票 有轉機有題材的個股啊 所以台北四月富貴逼人 請你務必務必要拿到 我們這個四月份到底有沒有辦法反敗為勝 我們這個四月份到底可不可以賺翻天 我就要看這份資料了 台北的四月絕對是相當相當的美麗啊 為什麼你一定要來拿到Jumbo老師的資料 讓我看看 相信大家都還記得吧 在三月份的時候 我們贈送給大家資料叫做什麼 來 叫做金蟬脫殼龍飛天嘛 有沒有記得這裡面的 信倉 台藥 太極 統一 佳金 仙金光 泰山 還有傳奇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 當時的這一份資料有沒有檔檔噴出啊 這一支股票叫做信倉嗎 有沒有當天就是立即的噴到了漲停板 並且Jumbo老師要帶你做的股票是在哪裡 是相對於大盤幾乎就是在3000點的位置啊 所以你管他現在的大盤是在9000點 或者是在8900點 我說那都不是問題啊 你的股票的位階在哪裡 那才是個問題啊 結果有沒有再給你狂噴 從低檔開始有轉機的有沒有很強 這已經是第三根的漲停板喔 有沒有320再給你創新高 324還在往上做出一個噴出的動作 325的時候還來到了波段的高點 所以這就是Jumbo老師要帶給你的內容物嘛 底部開始起漲的股票不就在 金蟬脫殼龍飛天裡面的第一支股票嗎 再來3362的先進光 我說他就是那道光嘛 一樣把它放在這個資料裡面 有沒有他就開始給他強勢的表態 我說故事要開始 結果有沒有326的這一天就給你噴到了漲停板 真的是太棒了 326的這一天還給你創下新高啊 所以這樣的一支個股 Jumbo老師不嘗試喔 一樣把它放到了金蟬脫殼龍飛天裡面的 第六檔股票不就是3362的先進光嗎 光光是這一份資料 這兩支股票有沒有讓大家都賺翻天了 然而這樣的一份資料為什麼 這個市場上一定要來拿到Jumbo老師的這份資料 因為我們這一份資料裡面的八支股票 幾乎是檔檔噴出啊 再看看這一支叫做泰桑嘛 326的這一天 有沒有沿路的給你創下新高 當他沿路的創下新高代表什麼 代表你怎麼賣你都一定賺錢 因為他之後的價格遠遠高過於你進場的價格嘛 那麼也包括了統一 有沒有從底部開始起漲 而且還越漲越多 也包括了台藥 有沒有從4月2號的這一天起 還給你供到了漲停板 4月3號還給它往上噴出 我相信大家都有 真的是太棒了太開心了 4月8號的這一天 有沒有再強勢的給你供到了相對的高點 來這裡幫我拉近一點 4月8號公道的高點代表什麼 代表你怎麼賣你都一定賺錢 而且4月8號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這一份資料 從3月份贈送給大家以來 你可以賺一個月 除了信倉 台藥 太極 統一 佳金 先進光 泰山之外 有沒有給你沿路的做出一個噴出的動作 幾乎黨黨噴出 黨黨噴出 黨黨創下新高代表什麼 代表你一進場買了有高點把它賣掉 你就賺到價差了 有沒有太棒了 而且還不只是這樣 讓你看一下 重頭戲在後面 319的這一天飆風再起 這一支股票叫做什麼 叫做傳奇啊 這樣的一支個股有沒有發覺 Jumbo老師要帶你做的股票在高點還是在低點 絕對都是在相對低檔的這個位置 Jumbo老師才要帶你做 所以你說現在的股票市場 在9000點你不敢做 因為它真的漲很多了嘛 即便這個市場上大家都在看空 我就叫你不要那麼看空了 結果咧 我們帶你做的股票是在高點還是在低點 絕對是在相對低檔的這個地方 所以有的時候大盤的指數 你要懂得把它放兩邊 標股要把它放中間 你才不會錯失了一次又一次賺那錢的好機會嘛 所以我們來回過頭再來看 傳奇這樣的一支個股 當時它在相對低檔的這個位階 我們還跟你講說它的基本面長什麼樣子 結果有沒有開始強勢的噴出 324的這一天直接攻到了漲停板 325再給你噴一根漲停板 326沒有噴到漲停板 但是它還是強勢的創下新高當中 到了331的時候再蓄勢待發 到了4月3號的時候果然怎麼樣 飆風再起啊 來這裡幫我拉近一點 這一支股票已經是一支喔 從130塊沿路的飆到193塊錢的股票 傳奇嘛 然而這樣的一支股票 然後Jumbo老師有嘗試嗎 我說沒有 這一些檔檔噴出的股票 我說真的是太棒了 因為我全部都把它放到 金長脫殼龍飛天的裡面 最後一支 不就是4994的傳奇 飆風再起嗎 有沒有沿路給它創下新高 有沒有太棒了 所以你說當時有把金長脫殼龍飛天 給拿到手的 3月份幾乎就是賺翻天啊 所以現在4月份要來了 我們台北的4月天 相信會是非常非常的美麗 相信如果你有把資料給拿到手的 我們都可以 富貴逼人啊 真的是太棒了 所以這樣的一份資料 請你務必想盡辦法 都要把它要到手 我知道最近有一檔股票 非常的強悍對不對 它是不是叫做4958的真頂 它從晉級之內往上狂噴 但是你看這樣的一支個股 我們當時有沒有贈送給你 4958的真頂 飆風八具碼裡面的資料 在2月份的時候 2月底的時候就贈送給大家 結果從這個地方贈送給大家 報個兩個禮拜 一個禮拜 有沒有給你噴出來 有沒有從70塊左右 噴到了93.3塊錢 短短的兩個月不到的時間 有沒有太棒了 所以我們老師一樣把它放到資料裡面 那麼也包括了這一支叫做什麼 3558的神准對不對 有沒有發覺 4月初的時候它還在創下新高喔 4月初還在創下新高代表什麼 代表你在之前你不管在什麼地方買的 你一定都賺錢了 並且它之前就已經先給你噴一波了 回檔壓到了半年線的這個地方 你還可以進場 進場之後再賺它第二波 一樣飆風八具碼裡面的最後一檔 是不是就叫做3558的神准 有沒有檔檔噴出 有沒有一檔接著一檔賺錢賺不完 所以你為什麼要來拿Jumbo老師的這份資料呢 台北4月富貴逼人 原因就是在這裡 因為這裡面的股票 全都是我們的研究團隊 一檔接著一檔 一家公司 接著一家公司去拜訪的 實不相瞞這樣的一份資料 我們昨晚才把它給湊齊八支股票 因為我們研究團隊直到最後一刻 才把最重要的一檔股票給帶回來 我們並不是隨便拿八支股票就把它寫上去 如果只是八支股票隨便寫上去的話 你告訴我 我們經常脫殼龍飛天 憑什麼每一檔股票都給它噴出去 而且還不是噴那個10%或者是兩成的 賺到現在都還在創下新高 所以我們的資料對這個市場上有多大的震撼力你知道嗎 你一定要來索取 你一定要來感受它的威力 想不想從2月份賺到4月份 JOMBO老師那都過去了 那你想不想從4月份賺到6月份 我們沒有辦法回到2月份 但是我們可以從現在開始勇敢的往前跨一步 不是嗎 所以這一份全新JOMBO老師為你準備的 台北4月富貴逼人 請你上用廣告10間電話 我們開放免費索取 這樣好嗎 導播 儘管 I say could I be sorry I say could I be sorry I see changes through my eyes I see changes through my eyes I'm a holiday holiday on the side 好 喜歡 就在這裡 57瓶大字邦 原始雅院 智夫之門為誰而開 華冠頭顧替您打開財富大門 懂得投資的人才能將手中的財富握緊 金錢不是憑空而降 理性的投資才是正確的方向 華冠頭顧貫領群雄 帶領著真誠 專業 精進的團隊 引導您走向財富的人生 相信專業現在就撥打華冠專線 02-6630-3201 02-6630-3201 智夫之門為誰而開 華冠頭顧替您打開財富大門 懂得投資的人才能將手中的財富握緊 金錢不是憑空而降 理性的投資才是正確的方向 華冠頭顧貫領群雄 帶領著真誠 專業 精進的團隊 引導您走向財富的人生 相信專業現在就撥打華冠專線 02-6630-3201 02-6630-3201 頭痛 請用五分鐘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複合式倒快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最佳的打鼓也是膽有 最記憑啊 先用記憑五分鐘 我們全新的資料 台北四月富貴病人終於出來了 請你無論如何一定要來把它給要到手啊 這裡面有一些什麼樣的個股呢 熊姆老師現在 來給大家做一個更精準的報告 我們之前所說的 大陸埋害的這個相關的類股 相信大家都還記得 我說一台柴油汽車的排放量 等於40輛轎車的排放量 所以大陸情願去補助一台柴油汽車 只需要花他人民幣的50萬就好了 但是同樣你去補助40輛的轎車 你必須要花240萬的人民幣 所以卡工也知道嘛 補助柴油汽車對於大陸的埋害 不僅僅是省錢 而且有直接的相關的幫助 然而這樣的一支公司 叫做電動巴士的黃澤 他在中國大陸是市場第一名 並且他是真正與中國的大陸 江西南昌百路加客運 有簽到訂單的喔 所以他的MOM 月增高達了64.6% 年增跟去年來比的話 高達了86.6% 為什麼 因為他真的有吃到訂單嘛 因為他今年的業績有爆發性的成長 所以相對於去年來講的話 當然有爆發性的營收嘛 並且除了剛剛的南昌線 浙江的余瑤市也跟他簽約囉 那麼這裡面的部分 江北老師說過了 我就不再說了 然而從我們給你講報告以來 來這裡幫我拉近一點 當時他壓回到相對的頸限的位置之後 在這裡喔 結果到了4月18號的時候 來一樣幫我拉近一點 有沒有開始緩步的再往上走 過了一個禮拜回來之後 4月21號 禮拜一昨天的時候 有沒有發覺 他給你收最高耶 昨天大盤沒有很好耶 可是他給你收最高耶 這樣的一支股票 他有沒有給你緩步的 來一樣幫我拉近一點 緩步的給你往上展 並且他還收在最高點 所以如果你當時有把電話給撥通的 你有跟著江北老師 做一個同步進出的動作的話 管他現在大盤在9000點 我們依然持續的在賺錢當中 還記得TPK吧 人家在不看好的時候 我們是看很好啊 所以才有辦法在一個禮拜左右的時間 給你幾乎就是4根的掌停板 然後來到了相對高點 我們也在節目上直接給你講 我們把它幹掉 當肥料 這個叫做油賣 油賣才是賺真錢 所以未來要做一些什麼樣的個股 Jump老師都幫你準備好了嘛 這樣的一支股票 電動巴士的黃者 我說他還是在相對低檔的這個位置啊 因為他原本的高點在這裡啊 有沒有可能瞬間就被突破了 Jump老師不藏師嘛 有沒有把它直接放在電動巴士黃者 台北四月富貴B的裡面的第一檔股票 想要知道這一支股票是什麼股票嗎 我們再看下去 Jump老師要帶你做的股票 絕對都是有題材有轉機 而且股價絕對要在相對低檔的這個地方 這支股票叫做主州高手 為什麼叫做主州高手呢 來我把它放在這份資料裡面的第三支股票 內容物Jump老師現在還不便跟你透露 但是你看他的相對位階 絕對是在相對低檔 所以你跟我講說現在大盤在9000點 該如何是好 擺兩邊啊 大盤指數擺兩邊啊 個股的指數你擺中間啊 管他大盤在高點 我們的個股股價在低點啊 這一支叫做成一大王 有沒有發覺 左缺 右口 來這裡幫我拉近一點 都已經出來了 並且來看整個圖 他打出一個完整的倒轉 到底是什麼 就是要開始反轉向上了 這一支股票叫做成一大王 你看Jump老師要幫你帶的 是不是已經發動的 並且是不是底部已經打了出來的 你從這個地方相對進場 安全很多嘛 是不是一併把它放到了 我們的台北四月富貴逼人的資料裡面 而且也包括了太陽神 是不是也在相對低檔 也包括了大蘋果車手 車手啦 是不是一樣 一個倒轉 而且是多重底完成的 倒轉加多重底 你說他穩不穩定 為什麼叫大蘋果車手 放在最後一支喔 太陽神也有放在裡面喔 我說他受惠蘋果的新機即將發表 還有大陸埋害的相關政策 近期之內再切入大陸電動車的 大巴士的產業 下半年就是蘋果的旺季嘛 他有吃到蘋果的訂單 而且相對大陸的政策 埋害這個部分 他也吃到 那你說他的股價還在低檔 值不值得你留意 琼姆老師不常施啊 四月份到底可不可以賺翻天啊 當然就是靠這份資料了嘛 相信大家都還記得吧 我們之前給大家報告一支股票 叫做6208的日陽 有沒有 包括了業績 然後日陽的這樣子的一支個股 當時在2月份的時候有沒有從相對低點 給他往上狂噴到了 現在還在創下新高啊 日陽我們在節目上面 沿路了給你報告以來 有沒有一直給你用噴的 一直不斷的沿路的往上給他 創下新高 如果你當時能夠買到這樣的一支個股 你的資金叫做翻一倍啊 翻一倍叫做很保守啊 因為他真正的漲幅叫做什麼 他真正的漲幅 甚至於漲到了上個禮拜喔 日陽這一支個股 漲到了上個禮拜 波段的空間已經創造出來了 120個%啊 這個叫做日陽 然後你當時如果可以在2月中 擁有這一支股票的話 沿路爆到現在那該有多好啊 相信大家都會這樣想 但是你看我們有多棒 這份資料一天標馬密集 2月20號贈送給大家的 裡面有沒有一支股票 就叫做6208的日陽 有沒有日陽就是從這個地方 開始給你往上用噴的 波段的漲幅高達120個% 如果你當時有把飛天標馬密集 給要到手的日陽就是你的啊 剛開始起漲的股票啊 有沒有很棒 所以為什麼Jumbo老師的資料 你無論如何一定要來拿到手的原因 就是在這裡 我們的股票絕對都是又噴又擠 並且都是走一個長波段的 所以如果你手邊資金比較大的 有一些個股你不希望只賺個什麼 一根漲停板或者是兩根漲停板的 你希望有日陽這樣的個股的 好比我們上個階段有說的 傳奇這樣的個股的 不是都在Jumbo老師的資料裡面嗎 我們再看看 德宏Jumbo老師有沒有給你報告 也包括了像延通 從2月份以來到4月3號都還在創下新高 頂天有沒有到4月3號的時候 還在一路向北 還在相對創下新高當中 頂天4月7號還在噴出啊 頂天4月8號還在噴出啊 強行到了4月3號有沒有又創下新高 強行4月7號有沒有再創下新高 然後這幾支股票不都在飛天標馬密集裡面的 頂天、強行、德宏、日陽、延通 都在這些資料的裡面嘛 所以當時有把資料給拿到手了 有沒有太棒了 幾乎就是賺到4月份啊 那麼我們上個階段有提到的 清腸脫殼龍飛天3月份的 信仓你剛剛看到了嘛 有沒有給你噴出去 台藥、太極、佳金、仙晉光、泰山 還有傳奇 不是都黨黨的做出一個噴出的動作嗎 所以你跟我講說 大盤現在在相對高檔 很多人叫你慶祥去做空 但是我要給你一個觀念那就是 我們永遠一個思考必須要反市場而行 如果這個市場大家都在全面性的 覺得它會回檔 但是今天 今天的大盤 往下殺之後 昨天啊 禮拜一的大盤往下殺之後 它形成的叫做V型反轉 並且它在往下殺的過程叫做量縮啊 如果大盤來到了這裡 量縮成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等一下開盤 量能放大到了800億或900億 你說9002的這個整數關卡 會不會被越過 前一波的相對低檔的這個地方 高點在這裡 人家都覺得要反轉向下了 但是當然量能縮的時候 它有沒有一舉就給你越過 輕輕鬆鬆啊 所以來到了這裡 整個市場都不看好的時候 我要你就別那麼不看好 有錢賺的時候 請你務必要在車上了 所以這個時候 JOMB老師今天第一天開放 我們的台北四月富貴逼人 請你無論如何 一定要把電話給撥通 因為裡面多檔的好股票 JOMB老師都已經幫你準備好了 八檔股票 四月份到底能不能夠富貴逼人 我相信一定可以 看我們過往的紀錄 你就可以知道 檔檔噴出啊 所以這份資料 我相信當你把它給拿到手之後 你會變得很開心啊 好嗎 等一下廣告時間的電話 歡迎你用盡全力把它給撥通 我們等一下開放就可以 跟著JOMB老師一起進場來賺喔 好嗎 股市浪海 祝大家財富多得向大海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投資風險 缺水很辛苦 省水有備備 省水器材輕鬆省 茶樓一滴也不浪費 水回收利用是美德更是功德 浪費不知珍惜 老天爺給再多也不夠用 你今天愛水了嗎 智夫之門為誰而開 華冠頭顧替您打開財富大門 懂得投資的人 才能將手中的財富握緊 金錢不是憑空而降 理性的投資才是正確的方向 華冠頭顧冠領群雄 帶領著真誠專業精進的團隊 引導您走向財富的人生 相信專業現在就撥打華冠專線 0266303201 0266303201 智夫之門為誰而開 華冠頭顧替您打開財富大門 懂得投資的人 才能將手中的財富握緊 金錢不是憑空而降 理性的投資才是正確的方向 華冠頭顧冠領群雄 帶領著真誠專業精進的團隊 引導您走向財富的人生 相信專業現在就撥打華冠專線 0266303201 0266303201 剪去我們和自然之間的圍籬 加上我們和土地之間的情感 加上我們和土地之間的情感 太陽綠金太陽光電集團震撼上市 創新的